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個樓款是在Richmond 不是剛剛launch,要等4、5年後才收樓的樓款 是一個2022年或2023年已經可以入住 發展商是Concord Pacific,位置是Richmond 樓款的名字是Gallaria 它們分了兩期,一個是近些落成期 2022年收樓,叫Da Vinci,在這個位置 另外第二期叫Picasso Picasso是旁邊的 它的收樓差不多是2023年,年中年尾才能收樓 它的座位在哪裏呢 這裏是Captain Way,方向那邊是新邊 這兩棟樓的對面,這個位置是現有新慶市廣場 Union Square 然後這邊是Captain Way,這邊的樓對著就是Canadian Tine 走到這裏已經是No.3樓了 大家看到No.3樓本身都會和大家實地去看一看 它已經有一條Skytrain的軌道在這裏 將來Captain的地鐵站會建在這個位置 今年就會動工,2023年就會準備好 跟Picasso這樓的時間差不多 到時大家入住後就可以享用到Skytrain站 再過來這邊No.3樓又過來這裏 就是一個Captain Park 這個公園現在現有已經存在在這裏 我看到實地看的樓盤已經在這裏 我已經在這裏上走過一遍 這裏是公園的位置 這裏是Skytrain Track的對面 其實也有另一個樓盤 BMO那些銀行的配套都有 再回來這邊 就是兩個屋間的中間 這條是一條新的路 Hazel Bridgeway 亦分隔了兩個屋間 這裏的空地 其實現在已經有樓盤 就是另一個樓盤 好像叫Sorrento 已經建好了 然後回來這邊就是Captain 剛剛和大家走一圈大概方位 和大家看看這兩棟樓 因為它是兩旗 但大家都是Gallaria 但也有些東西是不同的 首先主要的Amenities 其實會在Picasso那裏 但Da Vinci也會有的 Da Vinci這邊的建築 大概是12層樓高左右 樓底的高度是8呎樓底 旁邊Picasso的樓底 其實大家會看到的 高一點 8呎8樓底 但它們的配套有少許不同的室內 Da Vinci 樓底雖然矮一點 其實它的Appliance 會高級多一點 Mirror Picasso 的話 就用了幾standard 但都很好的 德國牌子Bosch Da Vinci 樓盤裡 都有一個很有趣的特徵 就是它的洗手間 廁所的座廁 用了日本式可以洗屁屁的座廁 叫做Cola 那個牌子 這個稍後就和大家的特徵了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entrance 會有兩個 我們先說到Da Vinci這棟樓 其中一個門口就在這裏 有一個entrance 就是Kalston Way Da Vinci 這個建築 基本上是順著的 所以它只會有time house 還有一房 兩房 三房等等的選擇 中間這裏會有一些平台位 patio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水 water features 這個位都是被人散佈的 可以逛逛一些草地 然後這裏有兩個party room 這裏有一個卡拉OK房 有一個麻雀房 還有隔壁也有一個steady room 這些都是給住戶使用的 樓上這個是六樓 還有一個可以散佈 可以坐下的sky garden 其他的設施主要是Piccasso 另外再跟大家看看 我回到這裏 剛才看了其中一個entrance 對著Kalston 這邊會還有一個entrance way Hazel Bridge 車庫都會在這個裏面 大家其實入車的話 都會經過這個位置進去停車場 我們說完Da Vinci之後 隔壁就是Piccasso 它也是一樣 在Hazel Bridgeway有一個大堂 前面Kalston那裏 都會有一個大堂位 我們在看這裏是公園 這個公園位置現在已經有 然後這裏底層 即是ground floor 都會在一些可以出租的商舖位 發展商和政府會合作 專門招攬一些給小朋友 譬如是一些假設 畫室 唱歌班 補習班 這類的項目在這裏 就方便了 因為始終住在Piccasso 或者Gallaria這個project的人 都有小朋友 或者是一個比較優質高檔的社區 都會想下面有這些配套 所以這個地方主要是做這些 小朋友有些空間可以伸展一下 來到這一邊 這個corner 位置 對著No.3 Road 下面的一堆 那些商店會在食肆、酒樓、咖啡店 甚至在一些高檔優質的超級市場 這些都是商談中 未確認是哪些商店好 背所設施的話 大家看到這裏有一個游泳池 在室內行溫游泳池 然後一樓延伸過來 旁邊就是Gym房 有不同的健身設施 都有玻璃可以看出來 然後這裏就是一些乒乓房 瑜伽房 即是多功能、多用途的房間 這裏主要是Picasso那邊的會所設施 這一邊向南 其實這些大部份都是一房單位 都是當初樓盤 兩、三年前開賣的時候 都搶購一空 所以就沒有什麼優質的了 現在其實兩個樓盤的話 主要可以再買到的 都是當初發展商預留下來 比較大小的單位 例如是兩房、兩房家丁、三房 或者城市 因為當時在城市規劃的計劃當中 他們都會覺得這些家庭 可能到時會有多些需要 我們那幢建築 Picasso和Da Vinci 即那個Gallaria就在這裏 這個紅色的就是未來Skytrain站 2023年會起號 12號是Canadian Thai 可以買生活用品 9號是新城市廣場 8號是置地廣場 這兩個購物中間 附近也有很多東西吃的 都有些小型的配套 例如是教育班 補習班 範圍屋 海尾店等等 這裏就是八百半 這八百半裏面有一個很大的超級市場 叫做Osaka 其實也是一個大統華 其實這裏已經是Alberdine 由這裏走過來都是5分多鐘 其實本身5分多7分鐘已經可以走過來 當然將來有Skytrain會更加方便 因為這裏下來大家都很熟悉 你認識Richmond就會知道八百半下面 其實就是Alberdine Center Alberdine Square 亦都是我們現在的售樓中心 就是這個中心裏面的 再下去就是八家店 再下去就是Landstown 再下去就是Richmond Center 就會有這幾個站的配套 我們其實地理位置都會是比較靠近機場 由這裏去機場的話 你就是上去Bridgeport 這樣就已經到了 飛機的話 因為始終都是住在Richmond 就一定是被開不了 飛機都會是在這個整個地區經過的 所以大家如果住在這個建築 開了窗那些 都會聽到飛機聲 或者你在露台上 一定會有飛機經過的聲音 有個廚房的show room 給大家看 大家會看到這些廚櫃的面板 Countertop都會跟原裝一模一樣 唯一是地板 其實它不會是這些雲碑地板 這個是商場地板 它到時的flooring 會是深色一點的Lamonade 那些一條條的那些 就是standard那些 跟大家看一看 它這隻跡或者這隻間隔 它就將launtry 就在客廳廚房位置放在一起 所以它做了side by side的洗衣機 和乾衣機牌子 Bloomberg 上面也會有些商場地板 有些organizer 但如果你那隻跡不是這樣相瞞的 可能stack up就會少了一些櫃 然後這個是兩房的show kitchen 所以它的appointances都是30吋的 這個是30吋的雪櫃 牌子是Bosch 然後還有下面就是冰櫃 兩格櫃桶的 這個它是分開了ofen和cook top的 稍後再跟大家解釋 這一套是cooking wall 它就有微波爐在這個位置 很適合手的 如果大家喜歡丁飲食丁飲飲 這個位置剛剛好是我們的height 上面有些儲物空間 然後這個是只焗爐來的 是Bosch 大焗爐30吋的 或者有些職位做不到這個cooking wall 它就可能會把這個焗爐和cook top 做成一組 所以很多我們之前看的單位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每次都要蹲下去做 相對來說就會累一點 還有這樣的組合兩個分開 那個造價買兩個appointances都會貴一點 這個就是整個pantry 裡面還有空位 我手開伸進去 最底部有lacy susan 可以整個拔出來 方便一點 你取用最裡面就不用污下 然後這邊就是整個countertop 就是煮食用的 這些一格格其實全部都是櫃桶 包括因為它分開了煮食的炉頭cook top 和ofen 所以它的底下其實沒有東西的了 照樣都可以有一個大櫃桶 裡面它還會附一個小櫃桶 這個爐頭都是30吋的 有四個gas爐頭 四個gas爐頭都分得很開 下面有抽油煙機 是Bosch 就是整組過的 這個中間的風管位 旁邊兩邊都會有一些儲物空間 還有一些open shelf and unit 有些LED燈 包括它這些櫃底都會有燈 有些照明你擺放的東西會比較漂亮 它的countertop是quartz來的 白色的 這些就是很大塊的tiles來的 我看到它的縫是這裡 上頂都沒有了 這裡有一大片 這裡有一大片 下面都有櫃桶 下面是長大櫃桶 沒有小的櫃桶 然後那個也是一樣的 在煮食爐旁邊 它還會做了一個可以讓你放一些 就是那些叫做調味品的一個shelving 中間還有這些格 讓它不需要滾來滾去 然後就是洗碗碟機 通常都會安裝在升盤旁邊 牌子的話就是bosch 這些整個套裝都會包在裡面 你可以看一些東西都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都是可以拔出來的水龍頭 這邊都是上面的儲物空間 然後升盤下面 照例其實每一個countertopic的樓盤 都會做這些可以拔出來的shelving 或者是一些放清潔用品 還有垃圾桶位的 裡面這些organizer 即是做到度身訂造去都包起來的 這個就是整個廚房的組合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另一個showroom 真是一個actual unit 這個其實是一個一房的showroom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職位 其實它是concord brandwood的showroom一房 但裡面的finishing 各方面會跟Picasso Da Vinci比較相似 所以想讓大家看看整個效果和color 我們就進來看看 進來這裡是門口位 for your reference 這些場紙都是設計的 不會包的 會是白色的場壁 進入門口有一個衣櫃位 會是這些有color的門 打開門之後都是sensal lighting 裡面也會配上放衣液架 這些鞋櫃位 洗手間也是 會有一個木的color的門框 進來之後 這些都會是地磚 然後大家會看到有一個sink 下面洗手間的話 也會有兩格的櫃桶 然後旁邊也會有一個窄的櫃桶 放一些牙叉膏和杯 這邊全部都會是medicine cabinet medicine cabinet裡面也會有一個 可以再拉伸的大鏡 方便去試化妝 洗手間這裡會有一個baptop 加上一個rain head 剛才我們有一個織是五層 可以洗澡又可以淋浴 這一個niche 因為它現在是另一個project 它又有一個比較大的niche DAVINCI和PICASSO 其實都會是比較小的 可能中間一個長方形或正方形的位 這邊都是大的磚場面 也是兩三面長 全都是一層磚的 我們大家看看廚房 剛才我們看了深色的color skin 如果大家對比的話 這隻會是它淺色的color skin 因為始終不是一開始選單位 再可以填方要哪種色的階段 因為它已經在建立 所以大部份的單位 其實它已經設定了 那個unit是甚麼色 DAVINCI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喜歡選擇color 就可能要遮到unit 這隻是淺色的 這邊就是laundry 這隻織是剛好在stack up 就沒有了shelving unit 然後這邊開始是雪櫃 這一個因為是一房的unit 所以它的雪櫃 鼻波爐和焗爐 都會比另外那個我們剛才看的kitchener 是比較小的 這些是24吋一房 但實際兩房 全部都會是30吋的 我就不打開全部了 因為是一樣的 這個是四個爐頭比較小 全部都是一樣的 只是給大家表現一下 這些都是display 客廳位 然後你如果是出入的話 露台的sliding door 都會是整幅的玻璃 進到房間 又是有這些門框位 即是跟那個長壁白色的顏色 會有些對比 然後衣櫃位的話 大家去看看 它都是衣櫃位 都會有自己color的 這條包邊是會有的 然後你打開之後 就是sensor lighting 三環門 它那一層不會關的 亦都可以自己教的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有這些通 裡面這些全部包邊都有 下面有一格shelving 這裡打開 亦都有一條通 還有一些櫃桶位 總共有三大格 這樣放東西 那個主人房 或者細房 是可以出到露台的話 都會是這樣 遮一個sliding door 走出去 有時可能可以衝去主場 有時不行 這個就是體積了 好 我們先說兩房 這個也是整個 Da Vinci Project的 starting price 會是84.5萬的Junior 2 它的方向是向北邊 我給大家看看位置 它是在這裡 這個四樓 大家先當這個unit 它是一個C1的plan 大家看到它有兩個露台 一個長條形的 一個是旁邊是闊少少的 它首先門口進來 它有一個長條形的廚房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open space 可以放大的island 或者是餐桌 所以這邊的光澤 這邊的光澤 都會有一個光澤 所以其實你的彩光都會很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全部都是玻璃 這個露台 看進去就是Junior 2的房間 大家可以看到 是這個房間 它可以放到單人床 也有窗門 可以到露台 也有衣櫃 但唯一它是小一點 所以不能放到雙人床 所以就是Junior 2 它也有一個洗手間 就是在後面這裡 這裏開始 這一堆窗 全部都是給Living Room 去到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Living Room Dining Room 有少少的concrete block 白黑色 再進去這個露台位 這些窗就是給主人房 它剛才這個室內面積 是832呎 它的露台面積是246呎 所以加起來 就差不多一千多呎 這裏開始由4樓 差不多是845,000 它們現在都會有優勢 是2-3萬左右的價格 這是未算下去 我剛才提供的價錢給大家 因為它不同時段 有不同的優勢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再檢查一下 我們 我們再看一個三房的部份 我儘量選擇一些位置 大家可能會讓它們喜歡 正一點的位置 我們來回這個向南邊 這裏是Captain Way Captain Way的對面 就是那個購物館 是Union Square 即是新城市廣場 有很多食物 這裏是一個三房 它的價格是剛剛過100萬 但如果你減了優勢 就會是90萬美 例如7樓 這個大露台的corner unit 它裡面的室內Size 是906呎 露台位是260呎 加起來是1100多呎 這個職位和我們剛才看過 show flat會很相似 一個L-shape的廚房 有個飯廳位 客廳位 主人房就在這裏 有主人房的洗手間 laundry就是中間這個位 所以這個Union 價錢是103萬 管理費大概是591呎 payment times 是20% 即是如果你現在這一刻賣的 是5% 今年10月給多5% 明年2月給多5% 明年6月給多5% 接著你會等它差不多是2022年 年尾收樓的時候 比起尾數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看看Picasso 我選了兩個計劃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是No.3 SkyTrain 所以我這邊是向北邊的 這個就是公園位 這個就是內圓位的小橋流水 其中一個跟大家分享的跡就是這個 大概6樓這些位置 是90萬左右 未減incentive 室內面積是8889呎 它是一個兩房間加gas的計劃 原因為甚麼叫gas 就是這間班可以睡覺 即是可以放到床 它是一個很方正的計劃 沒有浪費位 一進門口 已經是一個L形式的廚房 這邊可以放大餐桌 或者是Island 這邊有客廳位 一邊有sliding door 就出到露台 這邊就是看著前面的花園 露台就是這些露台位 直往前面的花園 再遠一點看出來 都會是這個park 沒有甚麼擋住你 也有隔壁這棟樓 擋著sky train回來的聲音 它也是背著後面 飛機起飛的寒道位 所以如果大家說安靜 各方面去考慮 我個人覺得這個部份很適合 而且價錢也不太貴 它就分開兩邊 主人房就整條 有睡覺位 也有一個大和中尺的衣� 進去就是3 piece的洗手間 升盤位是特別長一些 可以放多些儲物空間 然後這裡就是另一套 一個second bedroom 也有一個很長的衣� 一個second bedroom 也有一個很長的衣� 這個就是guest room 它的size是放到單人床 加一個書桌 laundry就是這個位 這邊就是另外一個洗手間 給這兩間房間分享的 我自己覺得性格比較高 有客人也可以睡覺 還有size又夠 900呎 價位也是90萬左右 也沒有太多遮擋 並不是太吵的 就是這個unit 知道有些朋友關心 不太喜歡向北 始終向東 有多些陽光可以進來 我們可以看一看 我們現在在看這些unit 全部都是向東邊 留意這裏是有建築的 這裏有一個unit叫做D1 plan 它是兩房加墊的 starting floor 這裏就是四樓 又是四樓五樓位 大約九十三萬五左右 都是有露台的 方方正正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積 它是八百五十七呎 室外是一百七十幾呎 也是不算浪費的積 和剛才的積很像 剛才可以睡到睡房的guest room 這個只是一個釘 可以放書桌 不可以睡覺 但也有洗手間 是second bedroom 在某些樓層 五樓以上 其實它是分了兩個露台 這邊客飯廳一個露台 主人房旁邊還有一個小露台 有一個panel 隔著和隔離單位的露台 它的特色 就是這個很少可以在condo做到的 現在 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可以是五層的 兩個洗手盤 有一個座廁 有 shower 即是淋浴位 也有鋼位 也有鋼位 這個是這個積的特色 有些朋友都特別喜歡這個 所以會選這個 Picasso這個表情 都會有兩房 三房 是選擇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其他方向有興趣 都可以聯絡我 看看有什麼選擇 全部給你們自己慢慢選擇 EV Parking 一定會有 因為現在 available unit 全部都是兩房或以上 全部都會有一個車位 而那個車位都會是EV ready 你自己裝回需要的 charging station 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這些在家裡的 smart home 空氣温度控制都會有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樓盤的尺寸 大家看到後面現在有天秤 那些 那一棟正在建的樓 其實那一棟就是第一期的Vinci 明年年尾就可以收樓 Picasso就會在這個位置 待會大家都會看到 那個空間的地基位 這棟樓的落成期 可能要再硬多一年左右 我現在身處的這塊地 是Capstone Park 就會在這兩棟樓的前面 就是一個綠化地 可以叫做下來散步 也沒有一些樓盤 在這個位置 在前面這一條 大家看到就是Sky Train 這個外面就是No.3樓 Sky Train已經在這 時下就會在這站站 連接Right House 向北邊 向南邊下一個站 就是Albertine 大家現在看到 這裏就是Picasso的地基 近Sky Train 就多一點點噪音 但如果大家想說是正宗大旺 可能可以考慮Da Vinci 因為Da Vinci 會進入多一點點的 這樣走進來一圈 No.3樓是配合Capstone 所以大家走進去Capstone 就會看到 Da Vinci和Picasso 這兩個建築都很方便吃 來到Richmond 好像來不開吃 很多東西吃 它的入口對正Capstone 就是Union Square 新城市廣場 大部份都是食店 除此之外 就算走到No.3樓 剛剛有沒有拍到 對面銀行 Bemo都有 這邊對面 也有不同的商業中心 剛剛有Sky Train 走過的聲音 我們現在進入Capstone 有Canadian Tie 它是一個很大型的集貨店 工具有些 買一些室外 原藝東西 我媽媽有時會去Canadian Tie 買一些殺蟲藥品 或者買一些花盆 也有些生活用品 像我剛才所說 咖啡機 也有的 微波爐 什麼都有 我現在這條就是Capstone Way 這邊遲些會建立Picasso Picasso的房間 會在這地方是其中一個出入口 所以住戶 你住在上面 有一個很快的 shortcut 對面 就可以去吃東西 現在跟大家去看新城市廣場 不是沙田 這條因為是大路 所以這裡是Pay Parking 大家拍在這裡 就要去咪錶位給錢 或者Dano Pay By Phone 如果你說是進去吃東西 兜進去的停車位 便會免費泊車 現在和大家很快走一走到Salon 這條一方是台灣水果茶 我都會去買的 也有眼鏡店 這裡也有拉麵店 我自己很喜歡吃的那間 其實叫GaGaGa 就是在這裡 很繁忙 我已經不容易拍車 始終是向平面發展 停車場只有大家看到的 Ground的範圍 超級市場的話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過了 我記得在GaGaGa那邊 有個2000超級市場 如果大家要去大一點 就可以去Yohan 八百盤的商場 有一個Osaka 其實是大統華 可以買菜也可以 給我買菜 兩件事情 都會只買成 還要去買菜 過程 那些标筷 那些标筆 一定被烈 都會在雪 全部复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